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真如记就是诸在和真如 我们的本心相同的这种解脱和成佛的境界之中 一向入于十八大空 这是佛教讲的全部的空 仔细分别一种有 一共有十八空 没有时间了 我们只能念念 因为每一个空要讲又是一大篇 内空 外空 内外空 空空 大空 地义空 有为空 无为空 必经空 无耻空 散空 性空 自相空 诸法空 不可得空 无法空 有法空 无法有法空 一共十八种 这十八种修行人 尤其是修大圣佛法的人 应该能够背会 而且每一个空的内涵都应该了解 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内容 所以没有办法 不能展开讲了 如果能够这样修行 就可以达到涅槃 涅槃是空的另外一种表达 关于涅槃 我以前在不同的经典里面 讲的就比较多了 我们也不仔细说了 如果佛和菩萨能够修行 不动银心呢 就能够得到这样上述的五种功德 那谁是诸佛菩萨呢 眼睛不要往别处看 就看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诸佛菩萨 平常我们念 释放三世一切佛 你不要把自己排除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是未来佛 我们就在这个行列之中 我们大家理佛 理佛包括理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也是佛 说自己怎么是佛呢 因为你的自性本来就是佛 每个人都有真如本性 这个本性就是佛 如果能够这样修行的话 身行清静 长生莲花 就是说你能够莲花化生 经常处于莲花当中 处于莲花呢 就是入于污泥而不染 所以身体和心都干净 没有污秽 所以佛说不淫的戒 这是最殊胜的 有无上的功德 具有上述的五种 殊胜利益 佛赞叹呢 说这就是解脱的因 这是解脱的因 不断淫 不断淫心 沉不可出 三戒出不去的 也就是说你迟早必须断 有人说我怎么断 我断不了 我告诉你不用担心 往生极乐世界 你肯定断了 因为那里没有女人 大家是女众的 到那里都变成男子了 有人说怎么会是男子啊 没有女人男人是什么 经典里边解释 如果没有银心 这个叫真正的丈夫 所以叫男子 因为他外部的形状呢 是男众了 我们看观音菩萨 我们画的观音菩萨 好像是女众的样子 其实它是男众 现的是男众的像 为什么又有女众的像呢 因为三十二印当中 有女众的形象 有的时候会画 那个女众的形象 本质上呢 是男众 有的观音菩萨像 你看呢 他留胡子 他有胡子 女像是从宋朝才开始的 在唐朝以前都是男像 随着时代不同 人们的爱好 兴趣就有所侧重 就变成女像了 菩萨呢也没关系 应众生心 限所之良 就给众生视线女众 也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认为 女众心比较软 比较慈悲 观音菩萨表慈悲 那就限女众像吧 就限女众像了 下面讲 因为极重 无所细腹 没有绳子拴你 但是呢 无形当中 有一条锯锁 把你捆得死死的 大家仔细检查自己 不要说别人 你是不是被这个绳子捆住了 如果没有捆住 那你可以轻松出家 可是现在没办法了 因为有小孩 想出家离不开呢 可是怎么会有小孩呢 你不就是因为有这件事 才有小孩吗 你要不结婚 怎么会有小孩 怎么会有这件事 那你想出家 不就出家了吗 有的人说 我是有小孩了 不能出家 那现在还有一些人 没有小孩 没有结婚 他也不出家 因为他还没有放下这件事 他要放下 他一定出家了 这件事情是放不下的 最重要的事情 别的都是次要 他还是放不下 他还是贪图 还打妄想 我看到有的人 妄想打得大了 由于种种的原因 他一直没有结婚 三十岁 我看着他一年一年变老了 变到四十岁 还是不出家了 因为条件不好啊 总是谈不成啊 可是就是不出家 最后呢出家了 我一看 呦 现了出家 现了 我很高兴 他也不错 也很高兴 我说为什么 他说得了一场大兵 快死了 快死了 他才出家 他不死 他不出家了 真是 后来出家了 我早就跟他说 你反正也成不了家了 你就出家多好啊 现在出家了好了 这个人后来转变很好啊 他有房子 把房子卖了 都奉献给寺院了 没有牵贯了 一身轻啊 就剩一点保险 那都无所谓了 奉献了 不错 因为既然修到嘛 既然放下了 那就全心全意修行啊 这件事情 是世间最需要 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全心全意半道 半道就是修行的意思 佛说如果我们不能斩断隐喻 就像一个老象 一个年老的大象 现在泥昭里边出不来了 这个泥昭就是五欲泥昭啊 五欲泥昭就是我们对世间的色生相畏处 这五尘呢 贪欲嘛 陷到里边出不来了 所以佛说 这个淫欲是一切诸罪的根本 这话怎么讲呢 贪嗔痴 万恶贪为首 贪是什么 要换一个词你才能明白 贪就是爱 不管你爱什么 除了爱佛法 其实爱佛法也是贪 但是这个是法贪呢 叫正法欲 这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这个贪 我们就不能修行了 所以菩萨修行并不斩断贪嗔痴 还留一点点要修行 我们必须贪佛法 上贪佛到下贪众生 上和诸佛庙里下度受苦众生 要贪 但是不是世间的贪 而是解脱的贪和成佛的贪 如果世间人呢 这就是一切罪的根本 因为万恶贪为首 而贪就是爱 爱里边最严重的 最粗重的 莫过于淫欲 所谓世间所说的爱情 那个词 那么美妙 其实呢就是贪了 一切轮回的根本 根子就在这里 下面佛说 淫欲之罪 无今当说 如等一心听 银着恶万行 莫逆诸禅定 账必解脱道 善男子女等 欲求解脱道 远离三界狱 火坑五欲河 汤水寒冰山 解脱生死味 持心如诸佛 当持不淫戒 欲求长寿天 寿命无量节 梵天转轮王 富有七财宝 持心如诸佛 当持不淫戒 欲得见诸佛 这是对上面的一个总结 也是对下面的一个引导 这一段呢 起承上起下的作用 我们写作文呢 这个叫过渡段落 就像我们过河呢 要有一座桥 把此岸和彼岸呢 用一座桥联系一下 这样的文章呢 就显得非常顺畅 说善男子善女人呢 你们要一心专注地听啊 淫欲使万恶之首 会使我们不能够成就禅定啊 账必解脱到 不能处轮回 要修禅定 必须断银 要入出禅 不断银是不可能的 当然 就是有一种情况啊 你如果能不起心动念 你可以尽你丈夫和妻子的义务 你要有了禅定的话 你能做到了 可以 但是平常人 如果你达不到这种境界 你想正得出禅 是不可能的 因为出禅的境界在色界天 色界天叫梵田 它没有淫欲的 你如果跟这个不相应 你怎么能够正得出禅呢 很多人都不能得禅定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了解 关键的地方 他弄错了 他拼命地在那里坐 坐得很好 我见过有人八个小时都不会动 身体坐那里 一动不动 八个小时 别人打佛意的时候 别人下来精行念佛 他始终在上面坐着 一直在那里坐着 因为他一天就吃一顿饭 所以没关系 他一直坐 功夫好得不得了 后来下来以后 他跟我探讨 他说我得定了没有 我说你做得这么好 你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我没有得定 我说那就对了 得定没有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你能坐八个小时 就得定了 因为得定的意思 要得出禅定 平常我们说的定 就指的第一个根本定 叫出禅 要想求解脱道 出离三界牢狱 出离五欲火坑 永远离开寒冰热汤的地狱 解脱生死 那就要像佛一样持不淫戒 因此以后啊 我会受一个食善业戒 这个就包括这一条 进行受不淫 而不是不邪淫 有能受的当然就可以受 你要不能受就算了 我们要有不同的戒 让大家选择 还有一种进行受 受八观斋戒 那个也是没有淫了 另外如果求长寿天 这就是天上啊 一般的话 都是在色界天以上 才叫长寿天 色界天以上 当然要断淫欲了 要像佛一样 另外如果想见诸佛 文法正果 还要具足神通 都要不淫 不淫才能够证得禅定 有禅定才能够证得神通 有的人妄想自己有什么神通 还有世间的人 自己吹牛自己有什么神通了 你不会有任何神通 你有的是什么通 我可以告诉你 那叫鬼通啊 鬼也有神通啊 他那叫鬼通啊 有些神通我们不要羡慕 根本就不是神通 就是鬼通 他不是自己有本事 他是 他是神 鬼神附身以后 帮助他做事 他可以知道一些什么事情 不是他有本事了 这个要分清楚了 你看他在那里做怪啊 就不是他的本事啊 因为要鬼神上了身以后 才能知道一些事情 他会跟你说 有的时候他会避开 有的时候他就当着你的面 他看人 看你是哪一种人 因为我见过 不是他自己有本事了 这个我们不要上当了 因为如果自己有本事 绝对他不赢了 在中午这段时间里边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念佛 今天如果你能坚持 明天你继续坚持 不管我们是不是 佛医 你天天这么坚持 功夫越来越好 你最好每天写一个日记 日记里边有两项内容 一个是我念佛念得好 还是不好念了多少 另外我五戒十善 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你好比今天我们讲阴 那我们先不说正阴 因为正阴有加的人都有了 说邪阴有没有 有的话你写下来 在佛面前忏悔完你烧掉 不要让家里人看到就算了 你内心说我忏悔了 你内心发愿 我绝不做邪音的事情 作为清静的人 最起码守在家的 五戒的 不邪音一定要守 这才可以 如果有 今天你要检讨出来 然后忏悔 发一个愿 以后不能再有 这是我们中午啊 休息不能空着 菩萨是不空念的 任何时候都保持正念的 他不空过 不空过是念念都不空过的 如果你能念念念佛 当然没空过 如果你能够找出自己的问题来忏悔 当然没有空过 所以中午呢 不可以浪费时间 其他的时间 也是一样的 从昨天下午 晚上到今天上午 我们都是一边念佛 一边讲经 这个方法以后 我走到哪里都要贯穿 不能只是听经 一边听经 还要一边念佛 因为念佛的功夫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同时继续念佛 这样才有功夫成片的可能性 意思就是一句佛号 要贯穿我们生命的始终 具体的讲 从早晨睁开眼睛 心里就在念佛 一直到晚上睡着了 这个第六识 他不做梦就断了 那就没有办法念了 只要第六识一升起 我们就在念佛 这个就叫功夫成片 不这样练习 永远也没有成片的可能性 做其他事情 当然也要贯穿 早晨起来 刷牙洗脸 叠被褥 打扫房间 照顾小孩子等等 一直到吃早饭 上车 要去上班 走路等等 到了单位里边工作 下班回来 乃至于洗澡 上厕所 都要念佛 所以 当然一边听经 也要一边念佛 刚开始的时候 注意听经 佛号就没有了 练的时间 久了以后 一边听经 佛号一边还在 讲经如果松动一下 佛号就很明显 如果讲经再进行 佛号就有一些模糊 但是它没有中断 它不断地 有一种前进的势力 再继续进行 这样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 照相 如果那个焦距 集中在某个人身上 旁边的人就可能会有一点 模糊了 这是第六识的特点 第六识可以 兼做几件事情 但是那个主要的事情一突出 次要的事情就会变得模糊 模糊不等于 不等于不在了 就像一个声音 我们平常说话 有声音 如果屋子里有音乐 音乐始终在进行 我们听那个音乐的时候 音乐在 我们不听的时候 它还在 可是呢 我们没有太注意 它并没有丢失 如果注意听 还在 佛号也是这样 即使功夫成了片以后 它也不是 总那么突出啊 如果做别的事情 它就被淡化了 变得有点虚了 模糊了 但是它始终在 不是没有了 我们在观察 我们自己的烦恼 如果碰到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 眼前这件事情 原来看似很烦恼 实际上就变得弱了 模糊不清了 因为那个新的 更大的烦恼的事情 需要处理 我们的精力 就集中在那里去了 我打的这三个比方呢 都是在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状况 是功夫成了片 功夫成了片以后 有些什么类似的情况 你要知道 否则你功夫成了片 你也不知道 有的人功夫成了片以后 吓坏了 因为什么 这个佛号去不掉了 他怎么总跟着我 有的人会被这个现象吓哭啊 以为自己出毛病了 这不是有毛病了 这是功夫好的表现 所以你要知道 不知道的话 真的是吓坏了 有的人认为 自己脑子出问题了 有病了 赶快找医生看 找法师问 我怎么才能把它去掉 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怎么会去掉啊 其实你平时没想法吧 你脑子里就那么清静吧 你是不知道而已啊 我们脑子里天天在唱戏啊 有无量的境界在里边呢 乱七八糟 不知道都有什么 平时不知道 念佛以后才会知道 因为念佛以后 你会有定力 有了定力以后 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 你能够观察到 能够观察得比较清楚 你才知道 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人的脑子里面 胡思乱想 念佛多了以后 你不单知道 自己脑子里是想什么 你也知道自己 成天嘴巴上在讲什么 否则你一天到晚 说了很多话 最后问你讲什么 你也不知道 因为说的 基本上都是废话 有用的话没几句 说了那么多废话 你认为过去了 造很多业啊 造了业是有果报的 你认为没事了 那个真心都给你记账 记得很清楚 好 下面大家继续念佛 我们先来练习一两次 然后我们再讲 否则的话又忘掉了 现在我说开始 大家就听我念佛的声音 我说停止 从开始到停止这段时间 有妄念还是没有妄念 有一个还是有两个 还是有三个以上 等一下我要问大家 好 现在我们开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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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妄念的举手 好 有一个妄念的举手 好 有两个的举手 三个以上的举手 没有了 最多两个 好 念佛啊 你怎么念都行 开始呢 要保持一个 一个形式 好比说我们是畅念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就总用这一个调子 不能换了 换了不容易成片的 你如果念刚才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总用这一个调子 不要来会变很多调子 如果你用念的不是唱的 刚才我是 你们要注意了才知道 刚才我是四个 四个 然后再念两个 这是我平常念佛的方式 叫四四二式 我有很多式 但是最后稳定下来的就是这个 不过念的比这个快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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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拨一个珠子念十句 不拨珠子呢 也变成这个形式了 总是这样的 这个方式是我平时 不由自主用的最多的形式 当然也可以加快 也可以放慢 但是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功夫好了以后 变唱的也没有问题 变没有声音也没有问题 我经常一句佛号也没有的 就是听不到声音的 但是我始终在注意 也不会散掉 我可以几种方式同时进行 也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慢慢练习 你要下功夫的话 估计一年以后 也就是能够差不多达到我这个水平了 也不是很难了 但是要下达功夫 因为我练到这种程度 我用了九个月的时间 我那时在山上 我没有别的事 专心念佛 为什么说用九个月呢 因为开始三个月我是做试验的 当中被寺院叫回去一趟 当然就有一点间断了 因为叫回去以后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给寺院录音了 那个要很专注才行 佛号就被淡化了 有没有我也不管 因为那个时候全部精力 集中在要录 诵经啊 要诵经录下来 寺院要出光盘了 要出那个合室磁带 当时是磁带 所以回去以后 不算 从头再开始 又念半年 半年以后检查自己 在这半年当中 我没有看书 半年以后看书 就没有问题 看书 看经典 写字 写日记 什么都不会再丢掉佛号了 就相当稳定了 我想大家如果练的话 一边工作 一边练 大概不会超过一年 因为现在有人 跟我学这个方法呢 三个月基本上 就成小片的 没有问题 几个小时可以不起 不起别的念头啊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只有几个月而已嘛 那它一年以后 一定没有问题了 平时就已经很清静了 想找一个杂念的 就很难找了 因为阿弥陀佛一句圣号 他一句连一句 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 没有间断了 夹杂进来以后 很快被排除了 他不太重视了 而且念的有法喜 有欢乐 就可以很好地抵御烦恼 心想那些烦恼 真是太无聊 太可笑了 何必呢 放下很多了 这件事情才重要 好 我们再来 大家提起你的注意力 集中 睁眼闭眼都没关系 再听我念佛的声音 阿弥陀佛 听 没有念头的 没有忘念的举手 有一个的举手 两个的举手 三个以上举手 没有 最多两个 这说明什么 人人都会 没有一个不会的 但是没人告诉你 你还真的不知道 告诉你以后 从半分钟一分钟开始 然后一点一点提高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这一点点水平 让你一个小时 没有忘年 你根本做不到 你弄得高了以后 反而达不到 有一个地方打佛七 你去了七天 回来以后跟原来差不了多少 因为你没有掌握药领 如果掌握药领 七天回来以后 大概一个月之内 佛号都会连续得很好 我第一次念佛 用了四个小时 因为我从来没有念过 不知道要取得体验 四个小时敲着沐浴 自己一个人屋子 一个人在屋子里 敲着沐浴念 当时也不知道方法 就是嘴巴上不停就是了 一直念 思想里怎么样不知道 不过呢 念了四个小时以后 第二天佛号会不断地升起 经常不由自主的 那个念佛的旋律会出来 通过这样呢 形成一种念佛的生活习惯 这就已经是很好的修行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叫修定 有了定以后就会持戒 有了戒以后就会 定力好了以后就会发会 定在当中能够把握戒定会两头 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从这个方面入手 有了定力才能持入戒 否则你就会破戒 坚持不住 好 下面我们再来继续 看寿时善戒经 关于银有什么过患 这里方说的是银 没有说写银 正银也包括在其中 大家都是居士 在家里有家庭 这个事情呢 听了这个经以后 你要进行观察 银有时过患 何等为时 一者贪阴之人随生天上 为天地时受五欲乐 心如偷食狗 常醉不行 末于五欲史流河中 第一点 贪图淫欲的人 大家是在家的居士 有家庭 但是不见得贪图淫欲 这里所说的贪图淫欲的人 贪和不贪有很大的区别 不贪的人 有就有 没有拉到 他不会到处去想办法 找机会 不需要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这就不是贪的人 贪的人则不然 没有的话 惶惶不可终日 一定要想办法 甚至贪得无厌 有的男众 有一个老婆 解决不了问题 他要再找第二个 第三个女朋友 而且还要换更多 结果的话 一旦家里边发现 这个事情暴露了 就开始闹家庭纠纷 最后呢 不欢而散 造成小孩子没人管 等等 很麻烦 这就是由于 贪图淫欲造成的问题 纵然你修 善行 升到天上 做了像实体还淫一样的天主 欲解天的天主 你还是贪图无欲乐 因为没有超出欲解天 心什么呢 像偷狗 偷食狗 偷吃食物的狗 时时刻刻观察主人在不在了 然后去偷那个吃的东西 贪阴的人呢 也会偷别人 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 因此 像那个偷食的狗一样 沉浸在贪欲的烦恼里边 好像常睡不醒一样的 经常被五欲 五欲是什么 不是财色明是睡 五欲是色生香味处 这五尘 对五尘的贪图就叫五欲 因为我们的生活 不可能离开这五种 都是在围绕着这五种 在打转转 二者 贪阴之人 随为人亡 唯利自在 做恩爱奴 也人所使 多得财宝 如火寿心 不知燕族 亡身丧国 死堕恶道 贪图淫欲的人 其实很有能力 做了国王 那当然就有威力 别人都听你的 但是呢 你仍然会做恩爱的奴隶 现在电视比较发达 经常演一些连续剧 里边会表现一些 帝王将相 财子家人的 这方面的生活 可以看出他们 在这方面 他不能自在 因为他贪图 他就会变成 欲望的奴隶 所谓恩恩爱爱 清清我我 其实你就是 其中的奴隶呀 因为你离不开嘛 就被这个绳索 所捆 所绑 当然就是奴隶了 真正能离开 就是大丈夫 就真得自在 如果离不开 你心有牵挂 你就是奴才 野人所使 为什么说野人所使啊 皇帝怎么是野人所使 因为皇帝 他有权有 有权利 他不单贪图 皇宫里边的 这些美女 他到了民间 他还贪图 那些村野妇女 他看到好了以后 他也想把她弄到皇宫里去 或者怎么样 来满足他个人的欲望 纵然有了好的财宝 如火受薪呢 因为你有了钱 有了财 你就会用这些钱财 去勾引别人 你勾引来以后 使你的欲望更加增加 所以这个皇帝啊 这些国王 长寿的很少了 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其中这一个因素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火要是加了柴 不就是更旺了吗 火就更旺了吗 浴火中烧啊 由于不知焰足 那么有可能因此 而造成自己的死亡 因为别人会用美女来 给你施美人计 然后让你上当 把你害死 甚至因为你贪图 这个方面 你会让你的国家灭亡 丧国 整个国家都跟着你倒霉 这样的历史故事 也不是没有 这样的人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死了以后怎么样呢 堕到恶到 三者贪因之人 横系属他 六贼驱策 无常大象 孽其背上 心如猿猴 不知重难 浴火焚烧 不失自己兄弟姊妹 犹如猪狗 更像贺丹 无负惭愧 贪图淫欲的人 经常被别人所牵扯 因为你不得自由 你一向别人求爱你 你是求人家 然后你又耍种种阴谋 诡计 用种种钱财 让别人帮你忙 那你就要求别人了 六贼是什么 六贼就是我们的六根 掩耳鼻舌身意 经常向外攀远 就像毛贼一样的 要找机会 那个欲望大的人 他看人的时候 他都不好好看 因为他脑子里边 在想那件事情 所以心里边总是计算 总是计算 浴火焚烧 要看到姻缘 差不多的时候 他那个身上就热起来了 乃至于有的时候 都不去分辨 是父母兄弟还是姊妹 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所以 佛在授戒的时候 就问我们 有折难 在六亲中 是否行因 这样的人 犹如猪狗 因为猪狗这些畜生 他不管什么六亲不六亲 他都不管 那人要是这样做 就不如猪狗 四者 贪因之人 常饮不敬 女人浓邪 与无量结种 常处胞胎 生脏熟脏子脏 猪虫已为衣服 煞笋女根 用为饮食 贪图淫欲的人 经常在不敬当中 打滚 什么叫不敬啊 佛教说得很清楚 男女二根流出的东西 都叫不敬 其实呢 佛教里边说 九孔常流啊 身体里边 这些孔窍流出来的 都是不干净的 因为它是属于排泄物 肯定是不干净的 淫欲的事情 使众生 轮回 没有停止 当然是最不干净的东西 因此无量结种 处于胞胎 这个也是不敬 为什么 那个子宫啊 就在不敬环绕之中 大肠小肠啊 胃啊 膀胱啊 就在那个地方 所谓声脏呢 就是食物 没有完全消化的 地方 好比说胃 小肠 熟脏呢 是已经消化完了以后的 好比大肠 子脏呢 就是指的子宫 小孩子做胎的地方 猪虫 是因为在胞胎里边 在身体里边 在我们的肚子里边 有很多很多 种种种不同的寄生虫和细菌 佛教里边都把它叫虫 好比说 一碗水里有八万四千虫 那些小小的生命 都管它叫虫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 煞水女根 用为饮食 因为不单这些寄生虫 它会 以 女根流出的这些不净 以为自己的饮食 而且诸多鬼神 就等着这个时间 因为他们吃不到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吐的痰 他们也会抢着吃 女众流出来的这些不净 他们也会抢 女众如果生完小孩以后 那个血流的比较多 很多鬼都在旁边等着 你要是念佛人就不用害怕 因为护法神 严守 这些恶鬼就不能靠近你 平时的人没有护法神 那 这些恶鬼就已经在旁边 早就等着了 他们都知道 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子 然后一流血以后都拥上来 所以有的时候 母子就不能平安 因为有一些不好的鬼神 过去你和他结了愿了 这个时候就来害你的 好 什么时候 对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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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